那个姓杨的那个复合手术 你们谁也不要出头 找人合作呀 就要有合作的诚意 我再说一遍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能帮助他 由于杨贵兰的病情特殊 所以必须心外心内同时做手术 但是此时白主任却故意刁难林医 不允许心内科的任何人给杨贵兰做手术 但是此时沾沾自喜的白主任根本想不到 这一切都是崔院长的阴谋 不过令白主任更想不到的是 周晓峰擅作主张做手术 是他对白主任最狠的反击 就像是周晓峰永远不会明白 白主任之所以不让自己给杨贵兰做手术 居然是方竹青对他最狠的算计 崔院长对白主任的算计 崔院长和白主任共事了那么多年 他自然很了解白主任的性格 他知道白主任不会轻而易举地放过林医 所以当林医提及复合手术的时候 崔院长只是对林医说 我觉得可以 这就是我们心脏团队的意义 杨贵兰是你的病人 你沟通一下 找个心内科的同事跟你一起合作吧 白主任永远想不到 崔院长对自己的算计 从这里已经开始了 就像林医所说的那样 崔院长是故意为之的 这是原本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崔院长将主任一句话 那这次也不知道怎么的 谁都不搭理我 崔院长很了解白主任 如果崔主任真的想让心内心外一起联合 就一定会在大会上提点一下白主任 可崔院长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这才是崔院长对白主任最狠的算计 白主任虽然医术高超 但是他的人体却令人堪忧 白主任心胸狭隘 在整个医院都是出了名的 白主任那人又自负又耗面子 还不是什么心胸宽广的主 东立医院的心脏中心是崔院长的心血 毕竟这么多年 只有崔院长一个人 真正实现了心脏中心的美好憧憬 而白主任是同龄整个心内科的主任 以白主任的性格 根本不利于心内科的发展 换而言之 白主任的存在会影响整个心脏中心的发展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崔院长对周晓峰说过这样一段话呢 白主任他平时作风比较强势 又是你的导师 他做出的决定 你很难改变 这个我能理解 但问题的关键是 你是怎么想到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 要拦他一把呢 晓峰 你正在上升期 会面临很多诱惑 但是你还年轻 不要操之过急 崔院长推心致富的和周晓峰说出这样一段话 也是为了告诉周晓峰 有时候上司的命令不是一定要听从 一定不要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 因此 崔院长在明知道白主任会为难林毅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对林毅伸出援手 这不仅是为了锻炼林毅的社交能力 更是为了磨炼周晓峰的意志力 崔院长很清楚 周晓峰是一个把病人看得极为重要的医生 所以崔院长知道 就算是白主任下了命令 周晓峰也一定会不顾一切的为杨桂兰做手术 周晓峰擅作主张的为杨桂兰做手术 就意味着周晓峰不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医生 他不但有超权的医术 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周晓峰的成长也就意味着 他可以独当一面了 这个时候的周晓峰就可以完全顶替白主任的位置了 而白主任不允许心内科的医生给杨桂兰做手术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加上燕辉的事情 白主任可以算得上是三番两次的犯错了 那么崔院长大可找个由头 让周晓峰顶替白主任 最重要的是 白主任此举不仅失去了心内科的人心 还会得罪心内科的医护人员 这样一来 白主任完全失去了领导能力 崔院长仅仅只用了一招 就让手下的两名大将成长起来 也将队伍中的骇群之马彻底铲除了 但是周晓峰万万想不到的是 其实白主任不让自己给杨桂兰动手术 也是方竹青对自己的设计 方竹青对周晓峰的算计 在交流大会上 白主任为了讨好方竹青 利用周晓峰的名义请讨好方竹青 白主任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他此举就是想让方竹青利用自己的人脉 让自己升职 不过方竹青自然不是什么不安事事的医生 他一眼就看出了白主任的小算盘 所以他故意和周晓峰不欢而散 以此婉拒了白主任 白主任是一个唯利仕途的人 他之所以会选择周晓峰做自己的下属和学生 一方面是看中了周晓峰的能力 和他是肯干的性格 另一方面则是看中了周晓峰背后的人脉 白主任很清楚周晓峰和方竹青的关系 所以他天真的以为 方竹青会为了自己的孩子拉自己一把 白主任根本想不到 方竹青居然会拒绝自己 所以被拒绝之后的白主任 对周晓峰的态度急转直下 上次验总的手术 已给林毅通风报信 我不点拓并不代表我不知情 晓峰啊 你是我最亲近的学生 如果你起二心的话 不用那么麻烦呀 我直接签院里的调令你 去找将军领报道啊 你对病人的心我明白 但是里外分寸 亲疏远近 你也应该明白呀 方竹青作为一个混迹职场的老油条 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拒绝白主任的后果 那就是周晓峰被穿小鞋 所以方竹青也是故意为之 方竹青虽然抛弃了周晓峰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挂念周晓峰 他一直想和周晓峰和好 但是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以及和好的由头 白主任的讨好就给了方竹青提供了一个机会 方竹青知道拒绝白主任后 周晓峰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 所以他大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通过自己的人脉 为周晓峰排忧解难 有个事帮我一下 得空回我 虽然周晓峰不止一次对方竹青说过 不想依靠别人 但正如方晓然所说的那样 哥哥之前一直都很想你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没妈妈在身边的孩子 是没有软弱的权利的 凡事都得自己扛 所以才要小心翼翼充满戒备 他要不是凡事多想一点 怎么保护自己 周晓峰之所以秉承着 凡事自己扛的原则 是因为他对母爱失望了 他不想得到后 又一次的失去 周晓峰不想要 不代表他不需要 所以方竹青更要利用这次机会 得到周晓峰的信任和理解 从方竹青拒绝白主任的那一刻起 白主任就已经进入了方竹青的圈套了 但是白主任或许根本想不到 算计自己的并不止方竹青和崔涟长两个人 更有看似软弱好拿捏的周晓峰 周晓峰对白主任的反击 周晓峰虽然挂念着杨贵兰的病情 但是由于白主任的再三警告 周晓峰还是不敢轻易答应林医 知道杨贵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那年抢救我的时候 就在那个心内科 我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晓峰主任 他见我醒了他就弯下腰握着我的手 我当时觉得好温暖了 心里好踏实 我就知道我自己又活过来了 其实人呢你就得想得开 谁没有最后一天呢 是不是啊 我也没有家人将来肯定就是在医院里 我那会身边有你们这些穿白大衣的孩子 我不怕 杨贵兰的话不仅彻底的感动了周晓峰 也彻底点醒了周晓峰 周晓峰做医生的本心本来就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而是救死扶伤 所以周晓峰不想因为白主任而违背自己的初心 况且周晓峰自从上学就已经跟在白主任身边了 周晓峰比任何人都要了解白主任 这样就意味着 如果周晓峰此次顺从了白主任 以后周晓峰肯定还要因为白主任做更多违背内心的事情 周晓峰并不想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所以他才会违背白主任的意愿 悄悄地给杨贵兰做手术 不过白主任想不到的是周晓峰更深的算计还在后面 白主任给心内科下死命令的事情 本来就是心内科心照不宣的事情 可周晓峰给杨贵兰做手术 就是当着大家的面 把白主任虚伪的真面目撕了下来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方晓然说过这样一句话 白主任每周末都会去会诊和急诊讲课 所以周五下午就不在医院了 你是想趁他不在 偷偷给杨阿姨做介入 方晓然都能看懂的事情 其他科室的医生自然也能看懂 这样一来 白主任虚伪的真面目也就被所有人知道了 况且周晓峰之所以不怕有别的医生通风报信 这就说明在心内科不止一个他一个人看不惯白主任的做法 就算白主任不慎发现了 白主任也会发觉他的身后根本没有人支持他 白主任自知理亏 所以他根本不敢光明正大为难中小峰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铭记自己的初心 不要在奔波中逐渐忘记了自己来时的方向 我们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初心 不要被利益蒙蔽了双眼 但是他最后请讲 Craig 我们邀请他来不乘的 什么情况 可以不将被賓风